立法院尚未通过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,以至于公务员加薪3%迄今还未能兑现,新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天在脸书发布院长给全体公务人员的一封信。 新政院长赖清德在信中安抚公务员会设法让总预算案在临时会通过,届时加薪3%额度即可回溯至元月份新资历,也让全体军公教人员在农历过年前都能夹天采头喜气。 院长给全体公务人员的一封信古纳曼隆孩。 亲爱的同仁,大家好。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,在此祝福大家新年快乐,也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过去一年来的辛劳。 为了国家的建设,人民的福祉始终努力不懈。 清德服务公职多年,深知政务要能稳健推动,政府要能有效运作。 其实仰赖的都是同仁们愿意以服务人民为己责,不辞辛劳的默默付出。 因此,我在上任后即重新调整原本107年度总预算案,为全体军公教人员加薪3%,一来感谢同仁的付出与努力,二来是借由政府带头加薪,带动民间企业一并加薪,以促进内需刺激经济成长。 近日有媒体报道为何公务员元月份的薪资仍未见到加薪。 在此也特别向大家说明,由于这部分预算属新增计划,必须等立法院审议通过后才能动之,我们会在客政召开的立法院临时会中,积极与委员们沟通说明。 让10.7年度总预算案顺利通过届时加薪3%额度即可回溯至元月份新资历,也让全体军公教人员在农历过年前都能夹天才投喜气。 新的一年,新政院处将持续落实文化台湾,绿能气导,智慧颇摇耿一,负X社会幸福家园五大施政目标之外,也将以安居乐施爱,生生不息均衡台湾的愿景作为施政主轴。 中心期盼能与大一是一起努力,共同建设台湾,成为安居乐业及安身立命的好所在,也屁敢乱怀,创充满希望的未来。 最后,进入各位身体健康,工作顺利,家庭美满幸福。 院长赖清德2018年1月11日图片,来源施国有脸书分享。